十英产业竞争激烈 比起MLCC的前两大厂市占就难过一半 十英元件的前三大厂却只各争得一成左右的份额 而且都是日常的天下 属于第二个领先群的台湾厂商 其中西华因为采取利基型产品策略 去年全球营收市占率第十名 今年也因为剔除掉原本买卖合资子公司 泰华产品部分的营收 累计营收虽然呈现两位数年减 但西华的掌舵者曾颖堂董事长 对于走自己的路早有了完整的布局 第一个就是有材料生产只有西华 我在南科那个是等于是可以占全球产能 十分之一产能的实营设备在我南科 台湾是没有另外一家 我的同学甚至也都来拜托我们去跟他 共同发展帮他掌材料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在2008年 我们就有一个所谓的面词的 就是维基电的制程 我们那时候是单独一个威法 现在我们把它并建 因为这个产业的核心的关键 在晶片的制作 机械加工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一定没有办法 比如它精度啦 尺寸都有困难 我们看到的是说 将来必须用所谓的化学加工 就是半导体制程 我所谓维基电就是半导体制程加工 不管是外形或是全部 所以我2008年花了3亿 也烧了那么多的钱 我们那时候一个威法维基电 第三个我想三年前吧 我们投资了Recon 那个纽西亚Recon 那现在是一流的公司 空Airbus啦 那个军事飞机 它在纽西亚挂牌 它是因为前几年 在中国大陆投资有点问题 资金人问了说我们刚好进去 那一个我们谈不是纯粹资金金 我们谈发现两交很好的互补 它有很高阶的产品 可以将来西法加持要远近的时候 有一个很好的技术来演 第二个呢 我们的客户群可以互相来交流 所以我还是当那边的董事嘛 所以基本上我们掌握的情况 这个大概也只有西法 有那样的partner 它第一个会真正是5G概念股 台湾第一阶段基本上是没有人 大家说说谈5G谈太多了 真正第一阶段的 第二阶段的大家有机会 第二阶段也是西法的机会 因为将来做这个share的station的 就细胞型的station的 都是台湾的网通股啦 包含中雷啦 什么这些都本来就我们的客户嘛 我中国道路没有唱 我在那个湖北的隋州 跟上海挂牌的公司 我们共同一个合唱 搞了五六年了 每年大概都有任了一些收益回来 那事实上也有现金 现金开始再回来 所以那一块那基本上 我又有那个稳定 低单价有成本竞争力的产品线 最起码我中国道路以为我们不是零 但是我中国道路我已经在2013年左右 我全部都撤回来 我们撤得早 我们撤得早 我认为大概是没有特别意义的话 我们很早就把那资产处理掉 然后去跟当地的一个很好的伙伴 去合资 那为了维持我们自己一些可能低单价 低单价的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厂 我们是靠合资厂有他们去管理 这块技术大部分是我们去支援的 所以我们的平保体系完全是在里面是那个的 每一天有回报他们良率的情况 我们宁可把它弄到最好 让我们回来的东西很放心 有时候发现他们的良率都比我们台湾的还好 都有那种情况 因为他毕竟他的设备是最新的嘛 也是最新的嘛 他们都是买日本的 他又不敢 我们是强烈要求你不能买国产的 所以当初从设厂大概理念会通 要做最好 要做最大嘛 他现在在那边应该可以说 在这个领域也算最大的啦 在这样的Crystal领域里面 我们还要找出能够将来永续的东西嘛 所以大概六七年前我大概花了一些钱 那弄了一些奈米金的 我们成立了一个IVD的事业部门 就算我们在做将来做生意应用的部门 六年多 渐渐的也有一些成果啦 他一个特点就是说 我一个高匿名度一个快速 那什么样将来在整个的生意应用里面 哪个需要是快速的 哪个需要是高匿名度的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部门 将来呢也有可能 它是一个独立发展 让员工啦 我那边养了三个博士 总共有三个博士 所以我们宁可花那个钱 公司还负担得起 我花那些钱 让最起码 一个事业的经营者 就要替这个公司未来永续 找出一条可能的路途嘛 大概是这个样子 对于石英产业的看法 曾董事长认为 IC产业发展到哪 石英产业就发展到哪 纵然有竞争 但应用不会因此被消失掉 尤其石英元件的材质天然 即使技术已经进步到半导体制成 但要达到PBM甚至PPB等级 石英仍然具备材料特质上的优势 他笑称做这个产业 可能无法赚到很多钱 但维持有饭吃的情况 还是有机会的 这大概也是在跟曾董事长 访谈的过程中 始终感觉得到 他对于公司永续发展 所做的布局充满着自信 并且因为已经做好准备 反而能够轻松笑看 产业的进和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